社保新规2020年起,未交满15年社保的,或将会这样处理。 社保是与大家息息相关的东西,职工对此尤其熟悉。 社保新规2020年起,未交满15年社保的,或将会这样处理。 首先,根据2019年的新规,今年年底前,生育保险将与医疗保险合并,统一缴费管理,待遇不变。 也就是说以后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了。 其次,当你达到退休年龄,社保还没交满15年,可以选择继续缴纳社保,想要在之后的时间里领取养老金,并享受医保待遇就只能继续缴纳社保费用,直到缴满15年为止。 另外,一次性补缴虽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,已经是不可行的了,但实际上还有三类人可以享受。 2011年以前,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并退休的。